大家好 我是陳寗 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介紹一對 算是在中文的華文市場裡面呢 很少見的喇叭 就是這一對 GoldenEar 的 BRX GoldenEar 這品牌 我後來最近就是 因為這個廠商拿來給我評測嘛 那我就查了很多資料 結果發現呢 幾乎沒有中文的相關資訊 不管是台灣、大陸或香港都很少看到 應該說根本就沒看到 所以 差不多這兩天吧 才剛看到就是有新聞的新聞稿發出來 但是呢 之前幾乎沒有看過人介紹這一對喇叭 那這一對喇叭呢 在台灣是大器代理的 大器呢 就是GoldenEar 的代理商 他們家代理的東西都好貴 基本上你只要聽到大器 就是貴 GoldenEar、YG 都是超貴的東西 所以呢 他們家居然代理了這個 相對便宜很多的喇叭 我也是滿驚訝的 不過呢 這有一個好朋友 他送過來 就是從大器那邊送過來 讓我評測跟大家聊聊這一對喇叭 所以呢 今天我就來跟大家聊聊 其實呢 一開始我看到他的外型呢 我就覺得說 這個外型 是什麼 為什麼還有這種喇叭 前面 你看喔 他前面比較窄有沒有 然後後面比較寬 感覺超莫名的 對不對 但是呢 實際試過之後呢 我發現這喇叭還滿有趣的 他有一些很有趣的特性 是大家要認識的 剛好 他用了兩個 我們平常在玩喇叭的時候 比較少見的東西 也不能說少見 應該說在陳寗這邊比較少見的兩個東西 一個是世代高音 另外一個是被動輻射低音單體 那這兩個東西呢 其實在設計喇叭的時候 就是 兩面刃 沒用好呢 喇叭就很難聽 用好呢 喇叭就會給你一些驚喜的表現 而今天結論上來說呢 BRX 就是屬於給你驚奇的表現的那一對喇叭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這一對七萬多塊的喇叭 是什麼樣的聲音 什麼樣的人適合買呢 今天好好的來聊聊他吧 開始之前呢 記得要訂閱我 那如果說呢 你看完這影片之後啊 你覺得說哇 陳寗 這音響呢 介紹太好了 那麼除了留言鼓勵我之外 也可以在資訊欄裡面呢 找到我的頻道會員連結 加入頻道會員 就可以製作把影片做得更好 好那我們就開始囉 Golden Year 這個品牌呢 你看到他的名字呢 你覺得好像是什麼山寨音響的那種感覺呢 因為 你看到這什麼 Golden Year 就反正名字太好唸了 通常是覺得感覺假假的 通常音響的品牌 我們通常都要一些比較特別的名字 比如說 Bluemaster Nagra 或者是 Goman 或者是 Akufis 通常因為有這種 就是一個單字 然後那個單字你過去從來沒看過的那種感覺 可是呢 他叫做 Golden Year 的時候 金耳朵 我還以為這是陳寗嚴選的金耳朵會員專屬喇叭 但是不是啊 他就是在叫做 Golden Year Golden Year 這個呢 他的這個設計者 就是那個Poke Audio 的那個設計者 然後他設計 他創立這個 Golden Year 這個品牌設計的喇叭 後來呢 他就被買走了 被誰買走了 被 AudioQuest 買走了 AudioQuest 又是誰呢 這個 只要看陳寗影片的人一定會知道的 因為陳寗嚴選商城有一個 AudioQuest 的產品呢 一支 算是長青商品的 就是 AudioQuest 的藍蜻蜓 AQ 的那個藍蜻蜓 USB-DA AudioQuest 這品牌呢 其實 是一個很有趣的公司 他什麼都賣 從那個 USB-DA 然後線材 然後到那個 撥線前 甚至呢 他連插喇叭用的清潔液都賣 是一家 你會覺得說 這公司真的是美國人開的嗎 你確定他老闆不是台灣人嗎 因為通常會覺得什麼東西都賣 你買台灣人 你買大陸人或日本人 但是呢 不是 他是美國人 他 他那個品牌 我看到他的那個行路的時候 就讓我想到一個人 就是那個 那個蟒豆腐 德國那個蟒豆腐做電容的那一個 他也是這樣 他拿來的行路 就是閃著 然後呢 裡面什麼都有 有蟒豆腐的線材 有蟒豆腐的電容 有蟒豆腐的保險絲 還有蟒豆腐的那個焊錫 一堆啦 什麼東西都有 AudioQuest 就是這樣的感覺 他只差沒有做擴大機而已 他其他什麼都做 那他後來呢 他併購了這 GoldenEar 之後呢 他就給 AudioQuest 多了一個商品 也就是喇叭 那這個 GoldenEar 的喇叭呢 這個算是他比較入門的商品 因為他還有比較貴的 其實說貴的 我這樣講 用這個主動式監聽喇叭 這對是被動式的 但是他們家比較高階的主動式的 以量的喇叭來說呢 其實二、三十萬算是蠻貴的了 但是呢 跟後面的那個 Fyne 比起來呢 那個是蠻便宜的喇叭 所以 單看你從什麼角度去看他 如果 把他放在跟代理商的大器 那其他品牌相比 這毫無疑問是他們家最便宜的商品的 因為你看光芒的喇叭 隨便都是五、六十萬、七、八十萬、一、兩百萬 結果他們家居然有這樣七萬的東西 就蠻有趣的 那這喇叭呢 他有什麼特色呢 其實我會說音響的價格呢 從來都不是重點 因為 音響的價格並不會決定他的聲音的好壞 舉例來說呢 比如說像這個 Fyne 好了 Fyne 的旗艦呢 一百五十萬 那這Karma 的喇叭呢 他的旗艦呢 要快三千萬 那快三千萬的話呢 就是這個一百五十萬的二十倍嘛 那Karma 的喇叭有這個 Fyne 的二十倍好聽嗎 沒有嘛 所以 這東西呢 就端視你能不能接受 沒有絕對的好壞 就只有你喜不喜歡 那價格呢 就是你喜歡 然後價格可以接受 可以買 就會變成那樣 要不然為什麼Karma 會推出一堆八百萬的喇叭呢 難道他一定比所有的人都好嗎 也不一定 就是喜歡的人可以接受那個價格 大概是這樣感覺 那這喇叭有什麼特色呢 我們先從他 我剛才講他兩個重要的東西來講 第一個呢 就是他的濕代高音 濕代高音呢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再看一下 看這個地方 濕代高音呢 我們稍微這樣慢慢地側傾 看一下 有沒有 他裡面呢 其實就是這樣子 像是一片紙 然後折折折折折折 然後把他塞在裡面的那種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他的發聲原理 跟過去那個音圈就是 後面有一個圈圈 然後會這樣子做活塞運動 是比較不一樣的 他這個呢 是直接呢 靠這個紙張 就是這個濕代 他的折疊的濕代 這樣子快速地擠壓震動的時候 去發出高頻的 所以呢 第一個 他有兩個 他的這個發聲的面積比較大 就好像那個Fyne 他的那個高音單體不是兩吋嗎 他的那個高音單體比較大 所以呢 再加上他是擠壓式的這種高頻發聲原理 所以他可以展現更豐富的細節 你的高頻的細節呢 可能 比如說像我們如果聽小提琴啊 然後聽那小提琴 比如說像那魔鬼戰韻啊 這個小提琴 講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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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Fyne 那種壓縮式高音 或者是不想玩那個 B&W 鑽石高音 但你又追求很豐富的高頻細節的時候 這種世代式高音呢 就是很好的選擇 像 之前陳寗嚴選商城裡面有一對那個 Sound Art 喇叭 那是台灣那個異聲就 MBL 代理商做的喇叭 那一對呢 就是用世代高音 然後他比較便宜 所以算是一個很便宜入手 但是聲音很好的喇叭 但他挺慘的 但是呢 從之前你回頭看那支影片 就知道世代高音是一個很特殊的喇叭的單體 他可以在不用壓縮式高音 也不用鑽石高音的情況下 所以傳達出一個非常原論 但細節非常豐富的高音單的表現 那這種世代高音呢 最近很常見 因為 像比如說 Huffdale 或 Castle 這種英國的喇叭 因為他過去的這種英國喇叭 我們都會說他那高頻細節太少了 然後聲音糕糕這樣子 所以後來呢 像這個 剛剛講 Castle 或 Huffdale 他們就做了一些喇叭 他就是用這世代高音或用鋁臺高音 那這個呢 就可以解決他過去高音太少的問題 可是呢 這個時候要注意一件事情 這個世代高音呢 因為 他的高頻細節很豐富 而且他發音面積的這個發聲的面積很大 所以呢 他出來的高音呢 跟一般的高音的感受是不太一樣 所以他的這高音呢 跟中低音單體之間的銜接呢 就不好做 有的喇叭呢 你就會覺得說奇怪呢 他那個用了世代高音之後 高頻細節變得很豐富 可是 從高音到中音這個地方呢 好像有一個 段落的那種感覺 好像 稍微有點陷進去的那種感覺 那就是 他的高音單體跟中低音單體呢 他銜接沒有做得很好 那連帶著呢 他就失去了那個中頻的厚度 還是非常可惜的 有些喇叭呢 他設計就是這樣子 就沒有做好 但是 因為價格也很便宜啊 所以 我也不是那麼在意 反正他有很好的高頻也低頻也不錯 拿去當劇院很OK 但是 有的朋友會問我說 陳寗有某個品牌的喇叭 你覺得買到他比較高階的值不值得 那我都會說 我會覺得不必要 因為呢 他的喇叭 比如說 我也說像Castle 有人問我說 Castle 你用Richmond 3i 那或者是這個騎士2號 騎士4號 那如果在網上呢 有的時候我都會說 這可能要考慮一下 因為他在網上的價格就可以買fine 那你可以買fine的話呢 你還會再回頭買Castle 那就很難說 所以 他的這喇叭設計 有的時候還是考驗一個廠家的功力 他廠商的功力就是在那裡 你也很難說 他可以把他做得很厲害很厲害 很難的事情 他這世代高音就是這樣的東西 那這喇叭呢 他非常有趣的一點 就是 剛剛有講 他有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在這個裡面呢 就是這個網罩裡面 他其實還有一個被動的輻射單體 這邊有一個 然後這邊有一個 那這樣子看不太出來 我們這樣子 慢慢你仔細看這個裡面 然後我這樣慢慢轉 透過光影的變化 其實可以看得到裡面還有一圈東西 我們這樣子慢慢看 裡面還有一圈東西 那那個東西呢 他其實 就長得跟這個裡面一樣 就是跟這個中定單體一樣 就是一個 會這樣子伸縮的東西 那是幹什麼用的呢 其實呢 這是一個讓低頻更多的方法 讓低頻更多的方法有很多 比如說像 Tannoy 看在他的那個喇叭裡面 做那個迷宮的軌道 讓他的那個低頻後面的那個共振的長度更長 讓他低頻更強 或者是像 Fyne 他的底部 那個低頻有一個反射孔 然後往下還有一個追 然後把他那個低頻散開 就可以讓低頻的氣勢更好 或者是像那個 B&W 他就直接在下面 就有一個反射孔 然後把他打出來這樣子 所以低頻要多有很多方法 那其中一個比較少見 但是 在過去大概二、三十年前有很多用 尤其是有一個喇叭叫 T-H-I-E-L 那是現在比較少見的品牌 T-H-I-E-L 他也有做 就是呢 他會有一個喇叭是會動的 就後面有接喇叭線 像這個 你後面如果給他訊號 這個就會這樣振動 那他就會發出聲音 但是呢 在他的下面 還有一個單體是不會動的 那個單體是幹嘛用的呢 就是 當他這個這樣伸縮 這樣伸縮的時候 他裡面的空氣 這邊會傳出來 那裡面的箱體不是低頻也會被壓縮嗎 就是他裡面空氣會不斷地壓縮 那他壓縮的時候呢 如果他再加上兩個 沒有就是 沒有不會動的單體 那他的這個壓縮 他就會有彈性嘛 對不對 那他空氣壓縮這樣撐開再彈回去 撐開再彈回去的時候呢 他就可以讓低頻表現得更好一點 所以這個喇叭 為什麼說他很有趣 就是因為呢 他用了兩個這樣的單體 而他為了讓這個 攝帶高音跟這個低音 中低音單體呢 他銜接做得很好的情況呢 他的這個低頻的下潛 就變得沒有太好 可是呢 那解決這問題啊 不然搞一搞 搞到後來 變成一個沒有低頻的喇叭怎麼辦呢 像之前那個Sound Art 的那喇叭 我不是一直跟大家強調 他就是沒什麼低頻 他有很漂亮的高頻 很漂亮的中高頻 細節非常豐富 可是就沒什麼低頻啊 所以這喇叭呢 他要解決這問題 他就弄了兩個這個輻射單體 所以呢 如果說前提就是 你有把他推好的話 他的低頻呢 哇 那個 砰的那種感覺呢 那個力道還蠻強的 就是 也是一種那種就是怎麼講 覺得不像是這麼小的喇叭 而且因為他那種壓縮的那種感覺呢 他的那個 擠出來的那個力道 那種砰那個彈性這樣跟 就是 本來你覺得好像要沒有了 要沒有了 可是又忽然間跟你這樣啵的那種 跑出來那種聲音呢 還蠻有趣的 但是呢 這個呢 我覺得這對喇叭呢 其實 整體的均勻性很好 可是呢 他層也是這個反射的單體 敗也是這個反射的單體 層在什麼地方呢 成功就成功在呢 當這對喇叭有推好的時候 他的低頻表現呢 會超乎你的想像 這樣子一個小小黑黑的呢 的喇叭呢 然後因為 你看他的反射孔啊 後面是沒有反射孔的嘛 所以他其實可以比較貼強一點放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卻又可以展現出那種那種 砰的那種力道的那種低頻出來 我覺得是很厲害的事情 可是呢 敗也敗在這個 為什麼 因為呢 要把這個低頻呢 撐出來 撐出來一個先決條件呢 就是這個低音單體 他的這個推力 他推出來這動態呢 要推得很好 也就是說呢 這一對喇叭非常吃擴大機的推力表現 你今天呢 用個 隨便弄個什麼 普通的這個綜合擴大機呢 你要把這個低頻推出來 其實相對來說會比較難一點 你的低頻可能就是 僅限於把這兩個單體完全發揮而已 可是 要讓這個低頻的這個被動輻射呢 也可以把他 擠出那樣的高低頻的時候呢 就那低頻要把他擠出來的時候 你的擴大機如果推力這個推力不夠的話呢 這個低頻就擠不出來 那如果說你搭個不用太好的前後級呢 不用說用那什麼Accuphase 前後級 不用那麼好啦 用個那個 一些英國品牌啦 的那種前後級啊 比如說像 Exposure 啊 或者是 一些 Audio Audio Lab 啊 他們這些有出的前後級 或 Cambridge 那種前後級 那他後級的推力比較薄的情況下呢 這對喇叭就可以推出很有彈跳的低頻 他是屬於那種很厚 然後呢 低頻的彈跳非常好的感覺 他不會像是 B&W 那種非常給你這樣 爆發性的這樣 砰的那種感覺 他給你的是比較精緻的顆粒 每一個彈跳在 砰砰砰砰的那種低頻的 非常彈跳非常飽滿的那種感覺 但是呢 他又不會說到像 Tannoy 那個 沒什麼低頻那樣的 就是 低頻量就是少 他比較像是那種 你平常在聽 Double Bass 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聽一些爵士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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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你那個低頻的砰砰砰的時候呢 他的那個彈跳 那個弦的那種 戰鬥 表現得非常好 可是呢 你說要像那個 B&W 那個一片一片排山倒 又做不到 但是呢 你又說像 Tannoy 那種低頻 就是沒什麼低頻 就是棒棒棒棒 沒有那個低頻下潛 又不會那樣子 所以呢 為什麼我說這是一對很有趣的喇叭 就是因為他的低頻 是 過去所有陳寗嚴選的喇叭裡面 沒有這樣表現的 其他呢 比如說像 Fyne Fyne 的低頻呢 是跟你這樣排山倒海這樣子 像大海這樣子 哇 哇 這樣的低頻 B&W 是這樣 砰砰砰 好像開泡一樣的那樣低頻 像 Atom 那個法國的喇叭 之後再跟大家介紹 他的低頻呢 就是一顆一顆的 像球一樣一顆一顆的 你說有沒有下潛很多 也沒有 可是他就一顆一顆非常扎實的低頻 唯獨像他這樣子 低頻非常有彈跳 砰砰砰砰砰這樣的低頻呢 是比較少見的喇叭 當然 你說其他品牌有沒有 當然也是有啦 但是呢 以這個 同時用世代高音展現這麼高的細節 但是同時又用這個低頻複色 去展現這種非常有彈跳的低頻 其實 現在來講比較少見 你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我覺得 你可以去看Tier 的喇叭 Tier 的喇叭就是這樣的感覺 他的那個低頻 有的時候 你覺得這喇叭還沒低頻了 可是呢 他的那個低頻 把他炸出來的時候 那個低頻的彈跳解析 還有因為Tier 喇叭還蠻亮的 聲音的那個高頻的表現 就很有那種味道了 所以呢 現在也沒有買到新的Tier 喇叭 但是呢 你又想要回味一下那感覺 這喇叭呢 是可以試試看的 那當然 他的外型 這個什麼前小後大 這種外型 就見仁見智 你看 後面這樣圓圓大大的 他前面這樣小小的 這個真的是見仁見智的事情 他還有一個網罩 把他蓋起來 看起來比較圓潤一點 但是 好不好看 這就 看你喜歡了 我在意的還是哪有聲音表現 因為他所展現出來的呢 是一個過去在陳寗的 這個嚴選裡面呢 從來沒有展現過的低頻 那至於 喜不喜歡 好不好聽 我會建議呢 有機會 你到經銷商那邊去實際聽看看 是一個很特別表現的喇叭 就是這樣子啦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The Golden Year 呢 到底之後在台灣會不會很紅 我不知道 但是呢 以這個喇叭整體聲音表現來說呢 他會算是一個非常獨一無二的特性的喇叭 那至於他的這個低頻的彈跳到底怎麼樣 我們就看今年 如果是 8 月如果疫情比較好一點有音響展的話 那你到時候去大器的展現看看 有沒有機會他展這喇叭 再去體驗一下吧 今天就聊到這裡了 最後記得要訂閱我 那如果說呢 你看完這影片之後覺得 哇 陳寗 影片棒棒棒 那麼呢 在資訊欄裡面呢 有頻道會員的連結 加入頻道會員就可以支持我把影片做得更好 你看現在有字幕有剪接啊 還有雙機啊 有特寫 這些都是所有頻道會員的支持 才有的成果 所以謝謝大家的支持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陳寗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啊 我們下次見 大家下個adin 感谢观看